南篮世界杯第六窗口期的比赛 中国南篮与伊朗队的比赛 乔尔杰维奇已经公布了参赛的12人大名单 从这个12人参赛大名单 我们可以发现郭艾伦 胡明轩两大主力后卫都是落选 这也是有点出人意料 然而有安山保罗之称的赵继伟 确实依然进入了12人大名单 从乔尔杰维奇如此安排 也从侧面反应 他认为赵继伟是这支球队不可缺少的球员 对阵伊朗队的比赛需要赵继伟的出色发挥 在谈到赵继伟时 中国南篮主帅乔尔杰维奇也是忍不住进行点赞 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赵继伟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 对比赛有自己的见解 在场上赵继伟能够很好梳理球队进攻 能够把球队组织工作做好 他就是球队的场上的大脑 乔尔杰维奇是这样说道 我很喜欢赵继伟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 他有着自己对于比赛独特的理解 我跟他的聊天很愉快 他能给我带来很多新的东西 赵继伟在球场上就是球队的大脑 他能够很好的梳理进攻 做好组织的工作 除了组织串联之外 乔尔杰维奇认为赵继伟虽然没有很出色的身体天赋 但是他在场上十分积极 听伯的态度很好 因此也是弥补了身体天赋上的问题 其实在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赵继伟在防守方面确实很积极 经常去贴身防守对方后卫 让对手十分难受 而且在高压式防守下 赵继伟还眼明手快 常常会完全抢断 不得不说 在防守方面 赵继伟有自己的特点 有意思的是 乔尔杰维奇还认为赵继伟有成为一名优秀教练的能力 他认为赵继伟将是一个完美的教练人选 乔尔杰维奇是这样说道 赵继伟以后会是一个好教练 我看人很准 我不知道他退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但是 如果他选择成为一名教练的话 我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确实是很完美的教练人选 一个好球员未必会是一个好教练 但我认为赵继伟是两者兼备 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众所周知 乔尔杰维奇在球员时期 他是一名优秀的后卫 成为篮球教练之后 乔尔杰维奇又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 带领球队取得了非常多好成绩 而赵继伟与乔尔杰维奇两人相处并没有多长时间 一个月时间还不到 在短短的时间内 赵继伟就用自己的实力去打动了乔尔杰维奇 打动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教练员 受到他的如此赞美 不得不说 赵继伟确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 当然了 赵继伟现在只有27岁 他的职业生涯还有很长时间 也许他会达到35岁 也许会更长 那么 他退役之后会不会成为一名教练员 现在还真不好说 不过 既然乔尔杰维奇认为赵继伟有成为优秀教练员的潜力 比这认为赵继伟以后 真可以考虑一下 去做一名教练员 毕竟就像乔尔杰维奇所说的一样 我看人很准 自2015年之后赵继伟就成为了中国男篮的常客 深受教练员的喜欢 从赵继伟的特点来看 他的进攻能力虽然不如郭艾伦 但是 赵继伟在场上大局观更好 组织串联能力更出色 同时 赵继伟在场上心态更平稳 打球不容易上头 不像郭艾伦 经常会与裁判进行争执 此外 赵继伟的防守能力也是十分出色 非常积极 这也是教练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位看官 您认为赵继伟未来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吗 请不吝点赞续